圣神是一股正义之气 有创造 修复 更新和滋养的超凡力量 祂是教导我们的良知 祂是指引我们走向正道的良能 我们无法具体描述它 但是有许多诗歌与圣勇 表达了对他的赞颂 《约博传》第32章有这么一句话 人本来都具有灵性 全能者的气息赋予人聪明 圣勇139篇说 上主 你见察了我 也认清了我 我或作或理 你全然认清了我 你有远处已明察我的思考 这是超越我理智的歧视 也是我不能明白的妙理 你的工作千奇万妙 我的生命你全知晓 诗人这样赞美全知的天主 天主圣神是一切美善事物的推动者 引领者 先知厄泽克尔传达上主的讯息说 我要赐给你们一颗新的心 在你们内注入新的精神 拿去铁石的心 给你们换上一颗血肉的心 耶稣在《若望福音》中说 凡信从我的 要从他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 一种新的精神 就是有血肉的心 如同活水的江河 滋润周围的人 这使我们呈现一种新的样貌 富有朝气的新生命 旧的已成过去 在天主内 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崭新的人 天主赏赐我们的是大能 爱德和慎重之神 这种良知良能 是屈善避恶的正气 如果我们爱好慈善 履行正义 顺从圣神的引导行事 经过一段时日 自会结出圣神的果实 就是仁爱 喜乐 平安 忍耐 良善 温和 忠信 柔和 节制 这九个德性 这些良好的品德 好像是结在果树上的甜美果实 你渴望拥有一些吗 在末世路里 耶稣做了这样的许诺 看 我立在门口敲门 谁若听见我的声音 而给我开门 我要进到他那里 同他作息 他也要同我一起作息 你愿意请圣神帮忙 竭尽心灵 驱除一切无意的 不相宜的思想 清理出一个神圣的空间 为敲门的耶稣 打开心门 迎接他 驻留在你心中吗 愿天主的词言光照你 仁慈厚待你 祝你平安